齐杰WhatsApp账户骗案又有新章数 星岛申诉王收到毒爆料 只被骗徒骇入自己WhatsApp 即使他早已为WhatsApp设定六位自双重认证 但骗徒仍然可以假扮自己 到处以WhatsApp朋友借钱应急 市主程先生 化名 艺术 本周日 24日 与家人吃晚饭时 坐在他旁边的家人收到一个 程先生WhatsApp号码发出的短讯 内容是想借一万元 正当 先生感到莫名其妙时 原来另一个朋友同样收 他的WhatsApp内容亦是借钱 幸好朋友激警 相信程先生 WhatsApp已被黑客入侵而发出诈骗短讯 特意致电提醒 先生艺术说 骗徒与我朋友的任何谈话讯息 我 看不到的 另外 当我发觉自己账户被害之后 曾 以WhatsApp通知大家 提醒亲友不要受骗 但这些讯息在一 二秒内 就会被骗徒删除 程先生表示自己的WhatsApp一直 用双重认证 其料依然失守 他坚称自己从来不 渐入陌生连结 故他对何时被害 怎样被害 完全 有头绪 程透露其包地差点因此转账5000美元 元给片图 好他及时通知包地才没有招致损失 程先生罪 到警署备案 另一位读者陈小姐 上周五亿有类 经历 陈小姐本来拖一位到日本旅游的朋友 替到Hermes店搜罗新衣手带 无缘无故地在同一天 片图 入陈小姐的WhatsApp账户后 请该朋友以赚数快传他2万 表示一日还钱 幸好朋友看到后没有上当 并马 透过有人通知他 同样的 陈小姐在自己WhatsApp 一看步 那段请朋友过数的讯息 香港创科发展协会主 陈迪元分析 市民WhatsApp被人局部入侵 最大机会是连其他装置出事 以前使用网页版WhatsApp 只可以同时用步机 另外手机要开机才能用 但较早前WhatsApp推出功能 最多可以五部装置 同时使用网页版WhatsApp 可能受想用户之前用公共电脑 但无登出 因此就被人用使用权限 陈迪元指另一种情形 就是当事人iPad使用WhatsApp 但因为iPad没有WhatsApp的App 只能依靠第三方App登入 因而黑客趁机骇入 万一市民揭发WhatsApp账户 被黑客暗中 亲应该如何处理 陈迪元指出 这个情况有别于WhatsApp 互被完全齐节 自己无法登入的困局 只要当事还能使用WhatsApp 只需做一个简单动作 就可以截断与图的联系 当事人只需要在WhatsApp设定 取消所有连结 至片图的登入便会及时失效 这是由于当事人 骇入的一刻 一级连结其他装置的时候 只是扫动态二维码 无输入过密码或验证码 因此片图一对接你的账号连结 就只有你手机的授权 只终止授权 理应可以解决 虽然其截WhatsApp账户的心魔 相对容易处理 但想长远保障账户安全 可以参 警方的防骗建议 包括启用双层认证功能 登出有不明的已连结装置 以及不向任何人透露认 密码或代码 星岛申诉王位民请命报不平 追踪 中热化 议会搜罗坊间温情小故事 你申诉 我跟WhatsApp91999933 星岛申诉王随时候命 立即爆料 星岛头条App经 推出最新版本 请立即更新 浏览更精彩内容 演 阅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宏